好了,我看到这里有个视频 我按进去看看 原来发觉是连接到一个叫力高video.jp这个网站 其实这段视频是一段视频 怎么可以变成MP3呢? 我现在讲一下 首先,你右击击空白地方 然后按inspect 然后你会发觉在旁边或下面 会出了一块东西 你可以按一下Network 这个按钮 然后这里就会显示 有些什么是在网络上下转到你的电脑里面 当我开始播放这首歌的时候 它就会下转一个媒体的内容 在这里也会看到的 那我现在试一下 影片正在播放 但是你会看到 这里有一个特别长的一条蓝色 其实这个就是视频的final 我先停下视频 先停下视频 然后在这个特别长的里面 你按下视频 然后按着Copy 再按一按这个Copy Link Address 已经抄了 它在网络上 这个视频的位置 然后呢 为了试一下 可以不可以的 我开了Copy 然后在哪一条 只能够听到这首歌 好了,是不是? OK 接著,我們就用一個Web Service 叫做CloudConvert cloudconvert.com 我應該會把連結到影片的描述 然後,它可以把不同類型的檔案 變成一些其他方法 這次,你可以先按一下這個向下展取 然後,按一下Add from URL 然後,把剛才的連結放進去 然後,按一下 然後,在這裏就選擇 要轉做什麼方法 這樣,我轉做 Audio MP3 然後,在這裏可以選擇一些設定 這樣,我建議那些設定 其他,不要動它 這樣,就只動一個 Audio Frequency 你選擇做Lode Change 然後,按OK 然後,在這裏可以選擇 就是,NOTIFY ME WHEN IT IS FINISHED 這樣 檢查一下 其實,你第一次檢查的時候 可能,在這裏 左上角 它會彈出來問你 能否允許這個網頁 可以選擇 按一下,就行了 按一下Unallowed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按Start Conversion 在這裏 它就會 由 這個 剛剛 MP4 影片的連結 就去它的設定 接著它 再轉換 然後,再給你下載 這次 你可以看看 有關一些 轉用程式的資訊 那裏有些講解 也可以看看 這間公司 其中的Twitter 或Facebook 看多一些可以令你顺服服務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自己的資料上伺服器是否安全 看得多一點就可以判斷一下它是否安全 其實這裡有個Login 鍵 你按它的話 它就可以讓你用Google或者Dropbox來Login 接著它可以做到當個File 轉完方便之後 做一個新File出來 它就可以直接下載到Google Drive或Dropbox 很方便 變成你直接在另一部電腦 都可以很快的開得回快樂來看 接著它在下載到Shiver 接著它正在轉 接著它很快就轉完了 接著它也收到消息 在下載之前 我先抄回這個File 名 接著我按下載到下載 P3 的桶案名 接著我把P3 調整了 接著按下載 好了,就下載完了,然後就在這個File Explorer 裡面看看 就看到了,是一個 .mp3 的 file 我試試 double-click 開來聽聽 對,就證實開到 其實就是這樣的 有什麼不明白的話,可以再問我吧